這個女孩子是不是要趕快跟家人聯絡 家人已經寢食難安了 高雄市鹿竹區有一位國三的女生 5天以前疑似因為跟男網友相約見面 她突然離家 然後就再也聯繫不上了 媽媽說曾經在男網友的臉書上面 看到有不明白色粉末的照片 這是什麼粉末 女兒在哪裡 跟誰在一起做什麼 她非常的擔心 加上丈夫又中風 還有年幼的弟弟妹妹要養 媽媽現在急得一直掉眼淚 希望寶貝女兒能夠快點回家 媽媽很歡樂你 我也很想你 你趕快回來 康媽媽拿著照片聲淚具象 寶貝女兒已經失聯好幾天 完全不知取向 通電話回家報平安 要不然我很擔心的 照片中頭髮急尖 吐出舌頭的可愛少女 就是康媽媽的寶貝女兒 這個月3號下午 疑似與一名正姓男網友相約見面 沒想到這一去就再也聯繫不上 她第一次離家 而且還跟弟弟妹妹講說 不要跟阿公還有媽媽講 她第一次這樣子 家住高雄市陸主區的康媽媽說 女兒離家時只帶了一個隨身包包 跟妹妹說要到學校找同學 手機就再也打不通 因為丈夫中風 她一肩扛起家中生計 經常在工廠加班想多賺點錢 沒想到女兒迷上了網路交友 因為曾經在男網友的臉書上 看到有不明白色粉末的照片 實在很擔心女兒安危 你們平安回來什麼事情都很好說 媽媽不會再強勢 你平安回來就好了 由於女兒正直叛逆期 常常沒念幾句就頂嘴 沒想到這次竟然疑似 問了見網友離家出走 警方初步清查發現正姓男網友 臉書上都是韓心的照片 可能很多資料都是假的 正在設法協詢 希望早日幫康媽媽找到寶貝女兒 記者莊全城張熙 N小組高雄報導